那他今天用回這個條例 然後再將這個條例改得更加差 來去限制香港人的 根據這個基本法第309條 和聯合國政治權利及公民權利 公約裏面的權利是完全錯的 第三 第四 就是我們看到現在特區政府去做的事 就是將行使公民權利的人當罪犯去看待 是完全錯誤的 這個剛才羅冠聰講過 在23條的立法過程裏面 我們當日提出了約翰內斯堡原則 意思就是說無論任何人持何種意見 只要他不是造成即時的 imminent 是即時 就是說我想解釋就是說 譬如現在我說大家要用革命去改變這個制度 如果你說完之後你是沒事的 除非你真的去組織革命 跟著他就說 哦 因爲這樣 所以他可以去 當然可以去 用很多種方法 拘捕你就可以了 或者取消你的社團註冊 或者充公你財產就可以了 今天就不是了 今天在社團條例裏面 是完全沒有這個原則的 就是說 陳浩天和香港民族黨 到底做了什麼 是會令到國家安全受威脅呢 沒有說過 因爲香港民族黨只是做了兩件事 就是參加選舉和組織集會 和講言論上表達 那我覺得這個是非常之大的退步 我希望香港的司法界和律師出來說說 這個是一個非常之嚴重的問題來的 就是說我在2006年贏了官司 法院說這樣是不妥當的 而他就是把那個適宜解釋得更加差 是令到他可以用來隨意剝奪別人的結社權 或者是如果繼續行使結社權 會有刑事的責任呢 其實是完全不合適的 這個就是我的看法 那我們將會明天都會去抗議 我說就是 陳浩天的政治權利是不能夠剝奪的 你可以不同意他的意見 陳浩天根據政治權利及公民 政治權利及公民權利公約享受的 那些權利是不能夠剝奪的 無理會用什麼方法 用什麼藉口 陳浩天根據政治權利 為何你認為政府決定要行動 現在 可能兩小時之間 因為他們想要發展 我們可以去抗議 我們再去抗議 我回到鏡頭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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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遮蓋他們的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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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認為這真是愚蠢, 這真是愚蠢 謝謝